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谈的成语是 奉天成韵 有这样一句爆款的台词 喜欢看古装片和宫廷剧的朋友 可能会非常的熟悉 奉天成韵 皇帝赵曰 大内总管拿着皇帝的诏书去下旨 有太监喊道 圣旨道 大内总管就开始宣旨了 奉天成韵 皇帝赵曰 如是如是 这般这般 注意 都是这么说的 奉天成韵 皇帝赵曰 相信很多朋友看了古装片和宫廷剧后 会觉得当皇帝多过瘾 众心捧月 一壶百应 游山玩水 三公六院 随心所欲 什么时候 自己也过一把当皇帝的瘾就好了 比如在单位管点事 当个经理 总裁什么的 在体制内的人 比如 当个处长 部长什么的 只要是能使唤人的场景 就可以模拟一下 当皇帝的感觉了 皇帝真那么好当吗 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电视剧里的那点事 其实很多和真实的历史是不相符的 比如奉天成韵皇帝赵曰 这句话正确的断句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正确的断句是这样的 奉天成韵皇帝赵曰 如是如是 这般这般 清此 奉天成韵这四个字 是修饰皇帝的 赵曰是分开读的 曼曼老师也曾经非常好奇 为什么皇帝下旨 一定要加这个帽呢 是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中 自从有了皇帝开始 就是这样的吗 好奇心 促使我去查找了一些史料 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奉天成韵这个成语的来历 话说在明朝啊 有一位文学家叫做沈德福 自景倩 出生于光幻世家 史料记载呢 他的祖父叫做沈启元 是位靖士 乐善好师 为官清廉 人称博物君子 他的父亲呢 叫做沈自斌 也是位靖士 儒雅好学 冰清玉节 参与了撰修大明会典 沈德福啊 自幼和祖父父亲呢 生活在北京城 富足的生活 和光幻世家的家庭背景啊 以及祖父和父亲的好学 对他的成长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从小呢 就耳闻默然 朝野家世 成年后呢 又结交亲世大夫 顾家遗老 中观其理 有机会啊 习闻前朝长顾 制度严格 为日后著书呢 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奠定了广博扎实的基础 在入学和应试科举期间呢 他模仿欧阳修写的 《归田录》的文体呢 编撰了一本 二十卷的《万历野货编》 记录了万历年以前的 典章制度 典故遗文 山川峰墓 京石子集等 并保存了有关戏曲小说等资料 起到了补充正史不足的作用 比如 明轩宗成就了人选之志 但他呢 酷爱兜蟋蟀 与民军的身份不符 所以呢 一般正史啊 是不记载他兜蟀蟀的事儿的 但是呢 《万历野货编》就收录了 明轩宗兜蟀蟀的故事 不过呢 沈德福啊 科举不济 仅考取了举人 他回向后啊 就又写了十卷 《万历野货编》的续编 在这个《万历野货编》的第二卷 第四十六页 就讲述了 奉天成韵这个成语的由来 《万历野货编》的卷二啊 在《更正殿明》这个小节中说呢 太祖出定大朝会正殿 曰奉天殿 明门亦如知 按太祖奉天二字 拾千古独剑 万事不可以 已故祖训忠云 皇帝所知大规 上楼奉天法祖四字 与亲王遵行者 必守禀此规 使受其拜 已至臣下告涉命中 必守云奉天成韵皇帝 这段话的意思是讲 明太祖传下的奉天这两个字 实在是千古独剑 万事不能更改的 明太祖在祖训中曾经说过 皇帝所知的大规上 就刻着奉天法祖这几个字 就是侍奉上天 效法祖宗的意思 因此皇帝也被称为奉天成韵皇帝 遇见亲王的时候 必须守直刻着奉天法祖这几个字的规 才能接受亲王的炒拜 皇帝颁布诏书的时候 诏书的前面也必须加上 奉天成韵皇帝的称呼 这里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皇上守直大规的这个规是什么 这个规也写作规 是古代帝王或诸侯在举行典礼时 拿的一种玉器 通常上面是圆的 下面是方的 比如在朝聘祭祀丧葬的时候 作为一种礼器 大家看 这个规子是两个土构成的 雷起来就是土台 周里春观中记载说 土规已至四十日月 封国则已土地 就是说这个土台是用来测量日月四十的 在说文解字中 对规是这样解释的 瑞玉也 上缘下方 规已封诸侯 故从中土 就是说通常测封诸侯 王权的交接 都是在这个测量日月四十的土台上进行的 因为这里是通天的媒介 也代表军权神兽 比如史记鲁周公诗家中记载说 周公北面立 代弊并归 高于太王王纪文王 在这样的典礼或仪式上 不同的人手执的归的大小 也是不同的 有史学家认为 归的大小是区分尊卑等级的不同的 或许有人就将这种不同 作为阶级论的来源了 其实还不是这样的呢 在周里春观典锐中说 王执正规 公执还规 侯执姓规 伯执公规 不同的人所执规的大小 确实是不同的 但规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 是人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在尚书《太史篇》中说 天是自我明事 天听自我明听 明之所欲 天必从之 这呢 就是武王伐咒时 发布的誓约 其实呀 伐咒的武王呢 原来还是商朝的陈属呢 为什么2000多年来的 中华传统文化中 却并没有把他作为 犯上作乱的罪人看待 反而把他看作是 救民于水火的圣贤之君呢 而且呀 还认为 武王伐咒是顺天意 一明星的丰功伟绩呢 周王朝建立以后啊 总结了商周王施国的教训 认识到 上天可以给有德者 以王者的天命行王道 也可以在王者施德的情况下呢 撤回天命 转给别的有德者 为王者啊 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天命 并通过完善的理智 来展现实施和发扬德 也就是要做到 以德配天 同时啊 还认识到 天是自我明是 天听自我明听 明知所欲 天必从之的道理 也就是说啊 上天并不直接向王者发话 而是借着人命的意愿 来表达意思和实行选择 所以啊 周朝呢 就迅速的确立了 以德配天的天命观 并在天命之下 确立了 民本德政的社会治理体系 体现在完善的周理制度上 通过让人民实现 安居乐业 来彰显 他们所具有的德性 完成 那一天理名的国家和社会治理 通过民安来保证国态 从而实现 保民而忘 这种德政的 最重要的原则和特点呢 就是 今天保民 民德慎罚 厚礼民生 有研究者认为 在上古的理智中 这个天子规 曾是帝王通天 通神的神器 因为呢 人生存的 时空维度的物质构成 与神生存的 时空维度的物质构成 是不同的 是无法直接沟通的 所以呢 天子规啊 就是接通人与宇宙 或神的介质 通不同层次的天神 那就得用不同规格的规 就像天线一样 不同规格的天线呢 可以接受不同的宇宙射线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点呢 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 阶级是什么 为什么说上古时代 天子规不是阶级的象征呢 这个话题啊 很大 这里呢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咱们以后呢 有机会再细谈 阶级这个词啊 是现代人用现代观念 来衡量和判断 古代人的价值观 和社会体系的名词 判断的标准不一样 古人判断人和事物的标准呢 是德 用的是宇宙的法度 也就是天道 而现代人呢 判断事物的标准 则是权力和金钱 当然也有人说 权力和金钱 不都是德换来的吗 有权有钱 不就是有德的象征吗 对此呀 曼曼老师呢 不得不说此言诧异 按照佛教的说法呢 现在的时道 叫做末法的末节时期 其实呢 释迦牟尼佛涅槃前就说过 他涅槃后五百年 他的法呢 就进入了末法时期 意思就是说啊 他的法到那个时候呢 就不能渡人了 大家可以算一算 释迦牟尼佛涅槃后 有多少个五百年过去了 释迦牟尼佛呀 出生于大约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印度 实在呢 涅槃于大约公元前四百年左右 在佛教佛说法灭尽经中啊 记载了释迦牟尼佛两千五百年前 对佛教进入末法的预言 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大意呢 就是 我涅槃后 未来正法将要灭尽的时候 在这个连基本五戒都不能手持的 污浊众生世界呀 魔道将日益胜网 行魔道的人呢 将加入佛门 以佛门的弟子身份 破坏并霍乱我的正法 他们穿俗世间的衣物 贪恋好质地的袈裟 行饮酒 吃肉 杀生 贪昧之事 他们没有慈悲心 更是互相憎恨妒忌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现实是不是这样呢 大家都会玩耳一笑 对吧 试想 如果连出家人的道德 都衰微败坏到如此的程度 世俗间会是什么样呢 不是在尊崇天道下获得的权利 能是清廉的吗 不是以道德为标准赚来的钱 能是干净的吗 那么大家自己就可以判断了 如今的权和钱 又怎么可能是德的象征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不正是当今之事的真实写照吗 在西方社会啊 不也都是认可 当今的社会准则 不就是money speaks 也就是钱说话吗 当然啦 有德之事还是有的 正义之事呢 也还是有的 很多有道行的人呢 也都远离了俗世的权力和金钱的角逐 他们很多人呢 都在为挽救人类的毁灭而努力 这也可以非常清楚的说明啊 今天全球的大同道 瘟疫的大流行 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上天最慈悲也是最严厉的警示啊 好了 分清了衡量标准的不同呢 再来看玉龟的不同啊 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不同大小的龟呀 都是不同质地的玉做的 很多玉器爱好者和玩家都知道 玉能通灵 西方人呢 则认为水晶能通灵 而玉呀 在传说中就是盘古的骨髓 那么这样看来 为什么王执正规 公执皇规 侯执姓规 博执公规 就容易理解了 也就是说呢 德行多高 通神的本领就有多大 而不同的人呢 守执不同的规 就是这个德的层级的表示 也是通神能力的量级大小的体现 那么明太祖 为什么要在祖训中 对执规有所规定呢 明太祖啊 就是朱元璋了 这呀就要说到 朱元璋 为什么能够称帝了 要想了解这些答案呢 请接着收看 凤天承韵下篇 朱元璋